哈尔滨中餐馆 找了一家咱们中国的餐厅 然后换点钱 我发现用VSAKA在国外取钱 手续费挺贵的 我那天在哈萨克斯坦 取了大概1500人民币 然后手续费是30 找这种中国餐厅的话 可以用微信直接转钱给他们 然后他拿这边的钱给我 汇率就能稍微好一些 哎呀这摇身一变 立马成了百万富翁哈 看见没有 一张是十万 我现在有两百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两百万 终于实现了百万富翁的梦想 这个是两百万苏母 相当于人民币 一千二百一十八块 给你们看一下在国外中国餐厅的价格 一个过桥米线 六万五苏母 相当于人民币三十九块 酸辣粉五万八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四块 炸酱面四万八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九块 这边的菜单 还有火锅 但是外边的中国餐厅 肯定比国内要贵上不少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看我后面有一个义乌超市 我来这边八天了吧 就是从出国到现在八天了 我每天在这边吃饭都特别不习惯 我的中国餐实在没有办法适应他们外国的商品 所以我找了一个中国超市 我准备去买一些 什么挂面呀 老干妈什么的 备在车里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 我就每天吃挂面吃老干妈吧 这边的吃的 我真的吃不习惯 然后我今天准备前往萨马尔汉 我到塔什干这边没有停留 我就昨天晚上在公园里边住了一晚上 因为整个乌兹别克斯坦的精华 其实都在萨马尔汉 去看一去逛一逛这边的义乌超市 看看这边的中国超市 卖的东西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义乌超市 中国义乌 YYDS 位于塔什干什么街12号 中国调料 老板你是你是中国哪里的 浙江的 浙江开胃榨菜 这边卖的是四万五相当于人民币27块 这边的这种老干妈 三万五苏母相当于人民币21块 这个应该够我吃上几顿了 然后我看他们本地的超市里面 卖的有那种小米 回头我再买点小米 我就可以自己煮点粥配点榨菜什么的 这样最起码吃起来胃舒服一点 给你们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这边的路 这边的路看起来很平 但是实际上开车开起来特别晃 然后路上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这一天给我颠的 真的是 突然就会有炮弹坑 这边的路没有哈萨克斯坦的路好 但是也还行吧 如果去吉尔吉斯斯坦的话 路会更差 在路边买了点土豆 这条路上车好多呀 还有几十公里就到萨巴尔汉了 然后我买了一兜子土豆 这个土豆这么多是人民币6块钱 我不行的话 我就天天水煮土豆水煮面条了 基本上已经进萨巴尔汉了 一进来就看到这么 看这里的建筑 这里应该是建的一个酒店 看见墙上的这个壁画没有 其实萨巴尔汉 才是以前的丝绸之路 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历史 历史痕迹吧 现在改成了塔石干 但是塔石干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 一带一路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到塔石干就来了萨巴尔汉的原因 好累 今天开了300多公里 但是这边的路不好 虽然路比较直 但是那个路况坑坑洼洼的 然后走起来特别颠 我现在已经到了萨巴尔汉了 我的身后这里是一个清真寺 这个清真寺是1399年建的 到现在已经大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这会准备去找吃的 我天天自从我来了中亚这边 每天都是饿死了的状态 每天都是感觉好饿好饿 然后清真寺这边有一个菜市场 准备过去找点吃的 吃完饭了再去这里边逛一逛 这个清真寺好大呀 这边卖的全都是甜的 哎我现在已经饿到两腿发软了 能不能找点好吃的呀 这边找到了一家烤鸡 这个烤鸡卖的是四万苏母 相当于人民币24块 哇看着就流口水了 这几天开车开的真的太累了 连续开了三天车了 哈萨克斯坦这段时间 没什么玩的季节不好 和新疆的伊犁一样 我发现这边挺好一点哈 就是这边路边到处都可以停车 我在这边找了一个地方停车 这里是在铁木尔林木旁边 这边绿化座挺好 幸亏先来了这边 如果我再不来的话 过段时间车里边就住不了了 你看这边到处都可以停车 随便停 也没有人管你 然后就包括那路边 都可以随便停车 也没有人管你 而且不收费 那里 就是那个大巴车前面那里 就是铁木尔林木了 就在这边休息吧 太累了 休息休息 剪剪视频 我已经堆了三天的视频 没有剪了 出来每天真的很忙 感觉都没有时间剪视频 我得赶紧把视频剪了 明天的话再好好逛一下吧 到塔石干市区了 看我后面这个锅没有 准备给大家表演一个铁锅炖自己 这个锅绝对能炖得下我 开玩笑的 这里是塔石干的抓饭中心 这个地方有世界上最大的抓饭 但是它现在这个锅里边没东西了 我今天在海关排队排得太久了 锅里边抓饭已经被吃完了 看看这个锅 装下几个人不成问题 这个地方的抓饭拥有世界吉尼斯记录 因为锅很大哈 看一下那边有一些小锅 这个是什么肉 看一下他们这边抓饭 哇塞 哇塞 油 闻着就好香 这边的锅比那边的锅要小一点 现在那个大锅里边的饭已经没有了 大锅的饭早上中午会有 到下午就卖完了 然后现在只能吃这个小锅的了 这边正在做抓饭 这么多锅 哇塞哇塞全是肉 全是肉 好香 但有一股山味 然后这边有很多囊 这边有很多囊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锅 看 哇塞 好多抓饭 咦呀咕咕咕咕咕的 然后都是焯的柴火 准备搞个抓饭吃 在哈萨克斯坦待了一个礼拜 真的每天的感觉都是我快饿断气了 我现在也特别饿 我今天还没有吃饭的 早上出发的时候没有吃饭 然后过海关的时候 大概用了五个小时的时间 过的海关 哇塞 我真的要流口水了 流口水了 哇塞 哇塞 我真的 我在哈萨克斯坦待了七天 我每天都饿得要死 我今天也饿得要死 这边要抓饭 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 这个肉稍微有一点香味 里面还有鸡蛋 这是鸡蛋 我感觉我终于能吃饱一顿饭了 我这几天天天都是一顿饭 这里面有一片很大的肉 这个肉是马肉 我好像没有吃过马肉 在国内咱们中国人好像不吃马肉 这是酸味还是啥味 里面有孜然 这个里面是一个肉加饭 然后外面包着葡萄叶 这边抓饭肉感觉有点山 这米比较硬 胡萝卜挺甜的 吃完饭了 准备去塔斯坦的东正教堂逛一逛 这边的绿化做的还是挺好的 我来之前我以为这边都是在沙漠里边的 没想到它的绿化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街道还是非常干净的 到塔斯坦的东正教堂转了一圈 他们这边这个东正教堂 人气挺高的 里面正有人在做礼拜 我进去听了一会儿 但里面不让拍视频就没有拍 然后他们唱歌好好听哦 说话听不懂 看这是塔斯坦这边的东正教堂 蓝色的 特别好看 准备找个公园素银 开着车就相当于开着一个移动的窝 到哪里找个地方停车就可以睡觉 要洗澡的话到时候再找青年旅社吧 这边绿化做的真好 乌兹别克斯坦停车真方便 真的是你走到哪哪都能随便找到停车的地方 看云屁 然后再看他们全都是外国车 这个地方叫列基斯坦广场 看我身后这个 这里是三座魔法学校哈 然后晚上这里会有灯光秀 带你们去逛一逛这个魔法学校 这里是三座神学院 修的非常气派哈 撒马尔汗主要是以人文历史为主的 主要就是这些建筑 比较有历史的 进去逛一逛 这里面是需要买门票的 应该是五万苏木 就相当于几十块钱 一个人五万 进到里面了 我发现这边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这种颜色 然后这种样子 就我这两天已经去了几个清真寺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三座佛学院对于整个中亚来说 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那种意义 我发现我这两天只要一拍这个视频 就是清真寺呀 然后什么林木啊 然后就会有粉丝说让我 详细的挖掘人文历史 大家想知道这些历史信息的话 可以上百度啊 去详细查一查 我这次过来其实也是走马观花 这段时间新疆玩的地方不多 所以我才到中亚这边来转一转 就是掌掌见识 你真让我给你说出个一二三的话 其实我是说不出来的 然后大家要是真想看个一二三的话 大家可以上百度 去好好查一下它的历史 我这边呢就带大家看个样子就可以了 我这次来中亚的目的呢 是因为新疆这段时间没有地方玩 我今年主要想去的地方还是新疆 这段时间来中亚只是一个时间上的过渡 走到这个里面来了 这里面不是佛学院吗 为什么全都是卖商品的 我现在有点懵逼 你看 然后全都是卖商品的 然后这边也是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墙哈 它这个也是由那种 砖和瓷砖 你看有颜色就是瓷砖 没有颜色的就是这种正常的这种土砖 然后我估计这个里面也是卖东西的 果不其然 全都是卖东西的 这边有几个锁着的小门 锁着的 除了被锁着的 然后就是卖东西的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到此一游 里面全是卖商品的 现在去这个里面看一下 然后一会再去那个里面看一下 到这个里面看一下 这边卖商品的要少一些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幸亏这个地方门票卖的便宜 不然的话 进来着实有点亏亏的 那个里边有个大店 这个大店看起来还行 里边也有卖商品的 好那边都是拿这个围起来的 看拦起来了 也是这样 打卡打卡到此一游 我觉得这会儿的云彩 比这个还要好看 真好看 这云 三个里面大同小异 没有太多的 不同之处 主要的话就是建筑的这种风格吧 这里面好像 有什么东西展览一样 这里边有一些展品 这种 这种 然后 这种 这种 基本上就这样 这会儿在这儿等灯光秀 晚上这个灯一打 看起来又不一样了 一会儿看看他们的灯光秀 能不能赶上咱们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哈 灯光秀 开始了 这里的灯光秀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灯亮起来 然后音乐响起来 灯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没有别的那个光线的变化了哈 今天的到此一游就此结束 这个灯光秀 比起咱们的大唐不夜城 还是差点意思 但是没有什么可比性 因为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 风景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今日份到此一游结束 才几个地方有些个地方 就是在这儿一游结栏 被创下的东西 在这儿一家里的烧炼 感谢观看